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啊我在飞机上的时候突然收到爆量的暖心网友告诉我啊 中国的前总理李克强享年68岁 S的消息确实震惊到在美东的我 瞬间冲上了国际热搜 由于啊我在飞机上也不能拍片对不对 那这个消息是指出啊 李克强在10月26号于上海的东郊宾馆游泳的时候啊 心脏兵发梗塞 中共官方对此并无说明是否为游泳 但是上海东郊宾馆确实在10月27号停止营运至11月7号我的生日那一天为止啊 非常的暖心 那李克强S的消息由央视在10月27号早上8点发布 那其实在26号的下午啊 上海一些地方的群组就已经在传李克强可能快S的消息啊 当然现在出现非常多未证实所谓的阴谋论 那大家都把这个矛头指向胜上 当然不排除这些基本原因 李克强属于团派胡锦涛等人 在去年胡锦涛二十大被驾走之际呀 拍了一下李克强跟他说了一些话 那这个又引发更多人的遐想 那李克强又更是在特色管理这三年呢 率先与胜上不同步调 像是李克强发表了 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仅有一千人民币 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一千元 那这打脸了什么 胜上的脱贫攻坚 他还鼓励啊地摊经济 而胜上啊叫公安去抓地摊经济 对吧 行政不同步 虽然胜上都把李克强给压制住了 但李克强在会期间呢 主导的一些经济会议上啊 通通都在打脸胜上 当然不排除李克强啊 实在已经无力挽回经济局面 只好先摆出跟胜上经济上的斗争的模样 让外资啊还有让这个外国的政治评论家 让外国势力做出错误判断 中国的这个所谓改革派啊 好像有可能会胜利啊 跟大清末年的改革派一样 结果最后改革派令人失望 那会不会中国中共 这个事件之后转向所谓的推翻派 像这个孙文那些人出来推翻 我觉得不太可能 总之啊他们就是想要让外资啊 对中国的改革派抱有一丝丝的希望 诸如此类的减缓脱钩的速度 所以他们会认为 胜上下毒手S李克强 会不会也可能是最近 这个秦刚啊李尚福 中共各解放军高层还有情报单位 不管是贪污业还有出卖舰队之类也罢 是否有关呢 胜上顺便想S掉李克强 那李克强在里面也有被人家爆出来 也不一定嘛 好啦这些我认为都是有这个概率可能的 只是几率不大可能低于5%啦 那毕竟李克强已经退休了 而且在退休前啊早就无实权了 李克强没有兵没有人没有权 你真的要逗他很难看了 再来胜上要是真的想S李克强 我自己认为啊应该不会这么快的 把他S的消息公布出来啊 你们看被胜上搞掉S的人或是免职的人 哪个不是过了几个礼拜才公布的 秦刚哪去了 黎尚福哪去了 还有谁谁谁又哪去了 谁谁谁为什么这么久没露面他人呢 中国政府通通语焉不详 那为什么李克强这个哇 事发隔天马上发 当然毕竟李克强是中国高阶官员啊 算高级的赵佳伦啦 即便退休还是享有超高级别的医疗保障 身边有随时的医疗小组待命 我跟各位讲啊 这个比我们台湾人一般的健保 不是到高出几倍啊 中国的医疗确实厉害 厉害在于他们的官身上啊 而68岁在中国高层的领导阶层来说啊 算是才刚步入中年而已 中共以前的这个规定嘛 七上八下 虽然实际上已经打破了 但大部分的人还是遵循这个传统 所以40岁以下哈 在中共的生态算是年轻人 30岁你还算是个婴儿 20岁你想都不用想 你还没有抓出来 而且李克强游泳的时候啊 肯定他们认为是有医疗小组待命的 且距离最近的医院不过13分钟 李克强属于特别的官员 真的出事了可以瞬间封入 那更快可以到达医院 所以为何急救不了呢 当然这些都是网友的猜测好 我上网看了一下 心肌梗塞的黄金抢救时间是10秒 如果我没查错的话啦 如果这些不是所谓的农场新闻的话 我看台湾更多网路上写是 急性心肌梗塞 S的几率为30%到60%之间 那中国的百度上写70%到90%之间 我不知道 大家都是人类 为什么这个数据可以差到30% 我的观众如果是有医生的话 麻烦在下面留言帮大家科普一下 总之到底真的是救不了天意所为啊 你们所谓的好人不偿命啊 坏人留千年 虽然李克强也不是什么好人 对于台湾人来说啦 还是胜上下子 刚好这个机会来了 哦我本来就看李克强有点不爽 刚好有这个机会 你们不要尽力抢救 但要装出急救的样子 我们也要装出很难过的样子 在这种不透明的极权国家之下 连高级的赵家人S都要被猜测 为什么因为大家虽然说爱党爱国 大家都说要相信政府 但是即便是在中国墙内也是各种的阴谋论流传 为什么因为在于中国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就是不透明的 没有办法 所以也只能猜了在这个国家不民主化 有监督的情况之下真的不会有真相的那一天 阴谋论只会越来越多 而这我也是能理解 我也不会去批判这些阴谋论 因为真的在中国这样的环境没办法 来现在就有很多中国网友整理出 像这个北京青年报啊 还有这个新京报啊 还有这个什么凤凰网之类的东西 在2023年10月26号的 大概都是下午或是傍晚就已经率先发布说 李克强已于10月27号S了 当然啦 那就有人在猜 这个绝对就是肾上把他这样子了 所以已经先预告他S了 李克强啊 可能在10月26号的下午确定已经抢救无效S了 但是官方那个文章都写好了 在等肾上的批准 什么时候发 不构成是肾上主动把他S掉了 对吧 只是在等肾上请示 什么时候可以发他S 肾上可能说 在明天的凌晨宣布他 S 那个时候在跟大家预告 没想到 不知道这个是被境外势力收买还是反贼的 就这样大剌剌的 PO出去 好啦 还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一些中国网友的留言 最后是你就好 下一个就是你 希望是你 为什么不是你 可惜不是你 这个你 是什么谐音跟前几天我发的那个除夕除喜 大家应该心照不宣了 想要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合肥鸿心路这里李克强顾居前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中国人民 跑去哀悼还有人现场哭泣 还有一个网友爆料 今天27号下午2点到4点的时候 警察数量比天安门节日的警察还多 离的最近的路口平均都有20多位警察 2到3辆警车 此外还有领导坐的公务车 一旦有人经过就会立刻用对讲机通报 并检查手机 诸如此类的 附近的出租车下午2点半收到消息 南浦大桥往浦西方向暂时封闭 李克强总理遗体从东郊宾馆出发 运往红桥国际机场 此外据一名医院相关人士说 李克强被拉到医院的时候已经S了 来现在这个越来越多鲜花跟哀悼 悼念这个李克强的影片都已经流传出来了 然后还有人在合肥政大广场说 一路走好 通知各区对学生 现在属于政治敏感期间 严禁在朋友圈抖音快手等公众平台 转发发布任何不当言论 而像是在这个1987年 被迫退位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也是在卸任后的一年左右 心机梗塞死了 耳后引发了大家耳熟能响的8964 我看到非常多墙内的中国网友也好 海外的中国反贼也罢 甚至一些台湾人都在替这位李克强惋惜 我只能说墙内的中国网友 惋惜我非常理解 毕竟自己国家自己支持的打骂 那李克强相比肾上来说 也刚好是肾上太烂了 李克强可能对外开放的态度 比肾上又好太多 而且英文能力也不错 才引发了大家惋惜李克强 以及去年S的江泽民 而墙外的反贼跟台湾人惋惜 我就真的看不太懂了 你们万其一个支持党的 而李克强他也是遵循中共党章 是要统一台湾的 也多次强调过台湾是属于中共国的一部分 而且虽然肾上倒行逆施 李克强力挽狂澜 但事实上李克强并没有推出一个 有力的改革方案 你们直接去看大部分是土法炼钢 我知道他有肾上这个阻力存在 即便是李克强心中有多不满肾上 但是他跟肾上还是有一个最大核心的利益存在 就是延续共产党的生命以及政权 他们都是体制内的收益者 他们不可能会让中共倒台的 因为中共倒台啊 在中共党员没有得到保障之下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揪出来 转型正义非常的惨烈啊 所以民主化转型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诸如此类 这些等等 不管中共换谁当家作主 都是一样的 除非今天真的有神机降临啦 有个人是中共版的 李登辉出现 不然基本上真的不太可能 所以台湾人别再惋惜这个 拥护中国体制 中共体制的人了好吗 我觉得有点可笑啊 但中国人惋惜我表示 能理解 因为你们的立场 希望你们的国家是越来越经济 越来越好 心心向荣 甚至可以统一台湾 我能理解啦 但身为一个台湾人 如果中共不出李登辉啊 那我还是希望啊 圣上连任到S啦 对台湾人才好 继续的脱钩加速 这个对反共的中国人来说 也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啦 不然全球又要再被 中共的表面糖衣毒药给骗了一次 又继续给续命 1989年 胡耀邦S引起了8964 你们认为中国人对李克强的万识 会上升到反胜上 或是争取权益 上这些抗议的地步吗 又会闹出一场8964吗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认为不可能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角 下次见啦 拜